金龍大哥剛看到AI真的很high NVIDIA股價漲翻天 NVIDIA真的是 它最重要數字也會說話 那它的Q2 它的Q2因為它是美國的會計年度 事實上是在7月30號 7月底的Q2 它出來的營收是135.1億美金 這個是遠超於當時分析師 華爾街這些分析師 他們預期112.2 這個已經很大了 我們來看135.1的話 繼成長是88% 年成長更可怕是170 就是說年成長大概是101%左右 這個相當可怕 那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主要是資料中心的GPU 那麼資料中心的年成長 是達到171% 繼成長是141% 都是大幅的成長 也就是說由資料中心帶起來 那它更厲害的呢 我們來看到的就是說它的本身來講 它的盡力暴增8倍 達到了就是達到61.9% 毛利率呢達到71.2% 台積電50幾個%大家都已經流口水流了要死了 它是71點 暴利耶 真的是暴利的 那這個部分 而且它黑市價更高耶 我如果是黃仁勳 還希望讓我的售貨師都賣黑市價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 這個整個產業鏈就是有這樣 它已經賺最大頭了 就是留一點給人家賺嘛 韭菜也讓別人割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下一張你看到 其實它的資料中心最厲害 完全是資料中心 資料中心在第二季 就是說會計年度的第二季是達到103億 其他的都沒有辦法達到100億 那麼我們以年成長來看的話 資料中心是171% 那另外呢遊戲就是其實是NVIDIA 原來的老本行 這個是21.7%年成長 那麼專業圖形運用 這個是比較特殊一點 這個年成長事實上是負的 那汽車的部分它年成長有15% 另外一個是小的其他的 那NVIDIA對下一季的財測 他認為他下一季可以營收 可以達到160億美元 華爾街對他的預測呢 事實上呢 他們覺得只能夠達到126億美元 這個是在他財報發布之前 所以NVIDIA等於出來的結果 華爾街的分析是因為黃仁鑫 在第一季的財報的時候 就已經預告他第二季會很好 那為什麼 功不應求啊 到處都是要他的東西啊 那黃仁鑫講了幾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 他就講整個從高科技 就是說從整個平台來看 大概是每15年轉換一個平台 那他說現在是轉換的時候 然後呢黃仁鑫講 深層式的AI呢 現在在法律的文件上面 以及各種應用上面越來越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的這個深意是功不應求 然後黃仁鑫講說 他的能見度是看到明年 能見度他也不敢講看到後年 為什麼 後年有別的競爭者嗎 有競爭者 但是 誰 MD嗎 我覺得競爭者可能倒不是 因為大概是最重要是深層式AI的 可能他說不定會有一些重整啊停頓啊 現在是大家都行啊 比如說有一個專業的半導體的分析師 他就認為現在大家拼命買GPU 但是這些公司他們就每一個人都開發深層式AI的應用 但是有的人會成功啊 有的人可能不會成功啊 那這個部分就是這樣 那有人就問說 那你現在是不是因為供應鏈來不及 所以造成功不應求 他說我們已經在解決這個問題 那現在供應鏈不及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們以前有講過是高階封裝 就是COVAS 那COVAS呢現在除了台積電以外 當然台積電是最佳選擇 那另外呢還有他們有一個就是AMCO 就是也一個大概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封裝廠 AMCO他們也有解決的方案 那另外呢還有呢就是矽品 矽品就屬於日夜光集團 他們會加到 因為COVAS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Trip-on-Wave 就是晶片在 就是說IC在晶片上 另外一個呢是On Subtrade 就是這個包起來 這個就是包起來以後 然後再放到那個等於基板上面 那這個部分日夜光旗下的細品就可以 那麼大家就問到 就是對NVIDIA的財務長就問說 欸現在可能白宮會出名 封殺中國 就是說封殺的動作可能會加劇的 那他的財務長說 以目前來講沒有影響 因為他公不應求 到處每一個人都要用 但是以長遠的觀點 他回應這個以前 黃連勳講的 這會失去全世界最大的市場之一 中國 那我們可能會失去 將來在那裡領先的機會 領先群雄的機會 這個他當然以他的立場 他就非常的要這樣來警告